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,有一位妈咪说,四年前,在她女儿两个月大的时候,因为被娇婆喂过一口白开水,肠子肿大,险些丢命。 四年后的今天,她女儿的健康状况也不好,经常会肚子痛,一病就会病整个星期。 喂baby喝白开水到底是不是真的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呢? 如果会,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喂baby喝白开水都没有事? 可是如果说不会,那么这一个case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 大家好,我是莉莉,你的秘乳顾问。 首先,希望大家明白这一件事。 六个月以下的baby是不需要喝白开水的,不需要跟不能喝是两回事。 无论你是喂母乳还是喂配方奶,都不需要额外喂六个月以下的baby喝白开水。 母乳里面已经有很充足的水分,配方奶只要你跟着只是去泡的话,baby也同样会摄取到充足的水分。 既然baby可以从母乳或者配方奶,摄取到足够的水分,那就没有必要另外喂水啊。 那听清楚哦,我说不需要,没有必要,而不是说坚决不能喂六个月以下的baby喝水。 是因为一两口的确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。 可是,不要乱乱解读我的话哦,不要去跟别人说,莉莉又说可以给baby喝一两口水哦。 我没有这样说,我只是不想借这个新闻来恐吓你们说不要喂baby喝水。 我说的是,没有必要多此一局喂六个月以下的baby喝水。 你要多此一局给baby喝一两口水,多半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 可是,既然都没有必要做,那么你为什么还是坚决要去做呢? OK,既然一两口水多半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, 那么为什么这一个新闻里面只是喂一口水会搞到那么严重? 我猜测的可能性一,就是那妈咪只是知道家婆喂过一口水。 或许家婆还有偷偷喂过其他的东西, 直到自己闯祸了,不敢说出来。 可能性二,那一口水不喂生。 可能是因为用的那个奶瓶或者其他容器不喂生, 或者那水本身不干净。 又或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无法得知。 毕竟,这所谓的新闻也是新闻网的编辑从别处转载的, 不是第一手的消息,事情的真相我看不出来。 可是,我看了很肯定的一件事就是, 新闻里面那位妈咪,她的婆媳关系不是很好。 如果大家要从这一个新闻吸取一个教训的话, 那就是,找一位你可以相信的人去照顾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事。 为六个月以下的baby喝水, 多半不会出什么严重影响健康的大问题, 可是这不代表不会引起其他的问题。 首先,白开水是零热量,零营养的, 它就只是补充身体的水分。 母乳不但可以补充水分, 它里面有热量,有营养, 还有活性免疫细胞,有抗体,免疫球蛋白, 益生菌,益生源,一大堆保护你baby健康的好处。 baby的胃就只有一个,空间就只是那么大, 你要浪费空间给他装,白开水, 还是把那个空间让给更有好处的母乳呢? 是你的选择。 另外,当baby喝了白开水, 饥饿度就下降, 那就会减少了淘奶次数。 淘奶次数减少了, 妈咪轻胃的次数减少, 变轻松了,是很值得开心的事吗? 次数减少,身体受到baby, 需要吃奶讯息的次数减少, 身体就会减产奶量。 奶量减少了, 妈咪就要为奶量烦恼, 就不再轻松了咯。 无论是baby淘奶寻求安抚, 天气日口渴还是任何饥饿以外的原因淘奶, 我都会鼓励妈咪以母乳代替白开水, 以少量多餐的方式去喂baby。 受到老人家的影响, 很多妈咪还是觉得会需要给baby喝点白开水, 来当作清洗baby的口腔。 如果你是喂配方奶粉的, 我no comment, 如果你是喂母乳的, 我还是会跟你说, 你多此一举了。 母乳和配方奶不一样, 母乳是活的奶水, 每一滴里面都富含保护的成分, 它会在你baby的口腔咽喉, 刷上一层保护, 形成阻止细菌病毒入侵的第一道防线。 你觉得啦, 用零营养、零保护成分的白开水, 去把母乳冲走, 真的是个好办法吗? 希望这个video可以解答到一些 大家对于喂baby喝水的疑惑。 如果你担心天气日, 或者怕baby发日气, 怕baby以后长大不爱喝水等等理由, 而不确定该不该为六个月以下的baby喝水, 不妨去看看我的网站里面写过的相关文章。 你还有什么不入相关的疑问想要我解答的? 欢迎在留言处让我知道。 有意思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